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啊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和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幫助你和你家人 能夠認識到多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化學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 Diana你好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我知道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痔瘡的自然療法 那究竟什麼是痔瘡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 這個名字肯定有很多人聽過 其實痔瘡是一種種了的靜脈 在肛門或者直腸尾部 直腸是我們大腸的最生氣那一部分 通常這些靜脈是脹了 於是乎就會突出來 在肛門那裡突出來 如果我們看看智原學的痔瘡 英文叫做Hemorrhoid Hemorrhoid這個字有兩部分 一部分是Hemo Hemo就是血 在希臘文裡面代表血 Royals Royals Royals就是出血 排泄 就是出血 我們也聽過 英文有個名字叫Piles 拉丁文的Piles 代表什麼 是波 痔瘡 痔瘡突出來 好像一個球 一個小球 這樣突出來 可以這樣說 其實痔瘡 其實就是可以這樣說 痔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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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形成我这个痔瘡 还有什么情况会容易导致痔瘡形成 就是肥胖或缺乏运动 肝本身有事 因为肝是一个静脈回流的地方 我们的肝门,我们的直腸,大腸下面的直腸那些静脈的血管 都要回流入肝的 我们有个叫做Portal vein 门静脈的很大的血管 这个也会流回肝的 当然肝有问题 肝不能唱唇 那些血液流入肝的血液也不能唱唇 这些肠肠形成它堵塞 去不到之后,在肝膨胀流得不唱唇 肝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还有食物敏感 还有食物里面的纤维不够 有时候我们看到在孕婦、怀孕期间 或者生了肾小孩没多久 通常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很相见 还有一个是因为荷尔蒙 荷尔蒙的因素 在怀孕的时候 荷尔蒙是令到我们的身体 很多组织和纤维 会开始松软一点 当然是做个准备 将我们生肾小孩的时候 是可以 肾小孩的身体的组织 比较柔软一点 出肾小孩就比较容易一点 可以这样说 差不多一半人到50岁的时候 一半人其实都会有 痔瘡的 痔瘡会随直年龄的增长 直至到70岁 70岁之后就反而慢慢地 慢慢地跌下去 一般人怎么知道自己有痔瘡 除了肛门出血 这是最常见的原因 是痔瘡的出血 有时痔瘡会有痕氧 会有畅异的感觉 当然也会痛 有一种发炎 有一种肿胀 有一种很敏感的 有时有一些渗透的液体 当然很明显的出血 通常这些血是在大便的时候 就发现有些鲜血 有时整个厕所厕盘 都染到鲜红色的 有些人一见到都会感到很害怕 哇 这么多血了 当然了 通常只不过是 痔瘡的出血 都是一种警讯 就说我们其实我们的消化系统出现问题 但当然了 痔瘡的出血 通常就不是说代表有些很严重的疾病出现 是 那痔瘡是否有不同的几种呢 那我听过人家说有内痔 外痔 是的 一般人都知道 那当然有外痔 很明显 外痔 就是说在我们那个肛门口的地方 在皮肤下面 就出现了这种植物开始肿胀了 通常会变成一个硬块 也可能会很痛 如果尤其是有血泉失了 就是一些血块形成 通常外痔会比较痛 那当一个外痔 就是那个发脏的时候 那通常是那个周围的 那个组织会变得很硬 以及就会很敏感 那也有时候 你看到的颜色变蓝 变紫色 那这些这样的外痔 通常是影响 是延轻人比较多一些 就是血泉光光的所谓 才会调到一些外痔 那通常也会很痛 好了 那种一种是内痔 那顾名思义 内痔就是说在那个肛门的直肠 在里面的 那通常这种内痔是不太痛的 那尤其是在深入一点点 就通常不会很痛的 那这些这样的通常就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的肛门口那里 那个神经纤维是比较少一点的 那就是所以感应神经 就通常就不会有这些 这样的感应的神经 那所以通常它不是那么痛的 那但当然呢 它也都会 会容易流血啦 那但是呢 如果它一出血的时候呢 那血呢 通常都是鲜红色的 那种一种呢 我叫做prolapse 就是脂肪是跌了出来的 那这种的情况呢 通常是一个内痔的问题啦 那就凸了出来啦 那样凸了出的肛门口啦 那通常呢 你会看到呢 它有一些散的 那样的 不断地分泌一些散的 那这个血量呢 会比较多的 那通常呢 那这些这样的痔瘡呢 跌了出来的痔瘡呢 通常呢 它也都会有血泉 那就是血块形成了 那呢 就 这些这样的血块呢 形成了之后呢 令到那个痔瘡呢 是凸了出来 是没有那么容易缩进去 那当然 血泉的那个痔瘡呢 通常呢 是非常之非常之痛 那照你这样说 即是凸出的内痔是比较严重的 是啊 那就是要到里面那个 即是所谓内部的痔瘡呢 是脏得是 即是妥大 那它才会凸出来的嘛 是啊 那我听过呢 说动物是没有痔瘡 只是只有人才会有的 那是不是真的呢 起码我们都 一般的我们都听到 就是好像 这个好像是人类才有的 那为什么呢 很明显呢 就是跟我们的饮食的习惯很大关系 啊 我们的我们的食物那方面的营养 那方面呢 是可以说呢 是导致这个病呢 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来的 那我们知道呢 一般来说呢 差不多 啊 起码有50-70%的人呢 都可以这么说 是一生里面呢 都会经历过痔瘡的 但是也很多人是从来都不知道的 自己有痔瘡的 其实痔瘡是什么人认领都可以的 不是一定是年纪大 当然呢 我曾经所说呢 年纪大的时候呢 就比较多了 那但其实有时候 一些小孩都会有 都会有出现这些 这样的问题的 那当然呢 年纪越大呢 通常呢 会比较多 那年轻的人里面呢 当然是孕苦啦 是吧 刚刚生完了10元仔呢 那是特别容易容易容易一些的 那痔瘡有没有遗传的关系呢 其实有些资料都说明 都是有的 那但当然呢 是那个 除了遗传的因素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都是视乎我们那个饮食的习惯 那虽然痔瘡是很痛 但通常呢 痔瘡呢 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的 是 原来动物真的没有痔瘡的 原来人才是有的 那就是证明到 我们的饮食方面很有问题 那有什么可以做到呢 那通常呢 我们在自然医院呢 经常都很强调啦 就是医食同源 那食物是最好的药物 那遇到痔瘡呢 通常很多人都知道呢 是应该吃多些什么呢 纤维高的食物啦 是吧 那些有时候都以前都见到 那些小物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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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主是一个 就是用一种植物的纤维啦 当然啦 新鲜的 水果啦 水果里面有很多方面的纤维啦 那还有呢 那是那个 那个蔬菜类的 那就是说呢 有菊类的纤维啦 有水果的纤维呢 和蔬菜的纤维 那就是有几类的纤维 那好了 那 那 苹果啦 红菜头啦 那个 那个 巴西 巴西果实啦 果仁啦 Brasil nuts啦 那还有那个 broccoli broccoli 通常是那些 椰菜花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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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 那些 啊 啊 或者那个 青豆啦 有一种叫做 就叫做 guire gum 那一种一种 很一种 天然的 啊 的 就是纤维粉,有些人不喜欢用一般的纤维粉 就用这个乖一甘 还有Oak Brand,Limer Beans Limer Beans,豆科,李,青豆 还有一个是车前纸 车前纸很多人用纤维粉 有些人用车前纸打粉 也有些人用车前纸加进食物 当然是完整的谷类 在中国人来说,我们吃白米饭的多 我应该转为糙米或红米 吃面包很多时候用些高纤维的面包 或者面条也好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高纤维的面 在很多健康店里面 在陆畅健康店里面 其实我们有很多这类健康的饮食方法 这当然是最重要的 在治疗里面 第一次我应该在饮食方面 想办法把食物里面的纤维 水果、蔬菜和菊里的纤维 蔬花花、黑椒糖、黑椒莫拉斯 和一些深绿色的蔬菜类 这些食物通常是维他命K比较高的 大家都知道维他命K是帮助我们凝结血的 现在很多小孩初生婴儿 过去习惯上都很流行打维他命K 因为怕这些小孩很可能就天生性的出血 溶血 当然我们在治疗里面觉得 这个发生机会不是那么高 始终我们都不主张是 关丽性来打维他命K针 当然水分很重要 我们要强调是多喝点水 水可以这样说 是帮助我们 令到我们的大便不会那么干 水会帮助我们预防便秘这个问题 好了 还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留意 比如吃的方面 尽量减少动物脂肪 动物性的肉类的食物 咖啡 酒精 还有很多那些我们叫做香料重的 就是辣的那些 辣椒那些食物 红肉和高蛋白的食物 通常都是令到我们那个消化 下消化度是比较会用得 就是吃力很多的 所以食物方面 也有这方面要留意 好了 很多人开始用阿麻纸油 大家都听过布韦疗法 很主张用阿麻纸油 混合奥芝士 阿麻纸油可以用一到两汤羹 一天的份量 阿麻纸油是帮助软化我们的那些糞便 好了 如果我们要用增加纤维的食物 尤其是用那些 谷康类的纤维 那我们要用的时候 不要一次过用太多 要慢慢循步渐进 慢慢来到家 有时候 如果你突然之间 吃那些高纤维的食物 尤其是谷康纤维 如果特别多 特别快 很多时候会有很多气 那些气呢 甚至会激动到你的气 涨到痛都有可能 好了 那我们亦的时候 很多人会做些什么 用那些洗肠 是吧 大家都知道 一般人呢 在我们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我们的碗腸 香港碗腸水田中心 其实我们最多的人 来到做洗肠呢 当然呢 都是觉得自己的大便习惯 不是那么好 所以呢 很多人呢 就会用洗肠的方法 那当然呢 如果不去洗肠中心去做 也都有一些人 买些罐腸袋 那来做那个清洗的 那有时罐腸袋里面呢 他呢 就会用一些 加一些红椒粉 cayenne cayenne pepper 或者capsicum 有时甚至乎 有些人用些蒜 来磨些蒜 或者蒜汁 加在我们那个 那个洗肠袋 那当然呢 其实最重要是用水 那我们也是 很多人呢 特定期呢 就用碗腸的方法呢 其实碗腸呢 是用水呢 和大腸做水来的运动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那个大便呢 是拨不了 便秘呢 都很明显呢 是那个是干 那所以碗腸呢 起码呢 第一个步骤呢 是水呢 将那些糞便呢 干的糞便呢 是弄濕一点 同时呢 它脏了之后 会大一点 那其实那个碗腸水疗 在那个处理的大便呢 其实有些人会害怕的 那我平时呢 就用惯了这些水 来冲洗大便 会不会到了那样 我们就习惯了呢 自己不懂去呢 那其实呢 这个 讲这样东西的人呢 通常他不明白呢 他们经常以为 碗腸水疗呢 其实是用水呢 是将那些糞便呢 冲它出来的 就是一般人都会这样想的 那其实呢 在碗腸水疗呢 我们不是说 用水在高压的情况之下 冲走这些糞便的 因为如果这样做呢 其实一定会很不舒服的 那其实 我们碗腸水疗的过程呢 其实我们是利用那些水 是慢慢滲进去的 我用的水压很少的 那可能一磅两磅的平方寸 是可以说呢 比我们的糞便呢 都少很多的 那我们的水呢 初初进去呢 其实呢 就首先呢 是被我们的大肠 逼吸收啦 嗯 将那些肝的糞便 软化它啦 那也都令到它 脏回大一点啦 那最后呢 水因为它有体积啦 是 有重量啦 那它在我们的大肠那里呢 直肠下面呢 它会刺激我们的直肠 来到膨胀 来到就是 来到我们都 来到推动它啦 那你知道啦 等于我们的糞便呢 为什么要吃这么多纤维呢 如果纤维多呢 是会令到我们的直肠呢 肝门口呢 那些糞便呢 会大致呢 就会刺激 来到来刺激我们的肝门的 那我们刺激我们的直肠呢 那我们的肠的反应呢 会收缩啦 是吧 那其实呢 碗肠水疗呢 其实不是说 拿些水把污脂冲出来的 碗肠水疗呢 其实是利用水呢 和你的那个 结肠呢 大肠呢 做水力运动 嗯 所以有些人就经常怕 哎呀 会不会做洗肠呢 洗到我依赖了它呀 不懂得自己摇 其实是不会的 因为呢 其实它是帮你做水力运动 那水呢 是刺激你的肠呢 让你自己肠 懂得收缩 就不是呢 就水呢 就帮你把污脂冲出来的 那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呢 你就不会想到 哎呀 碗肠会不会 就是令到我们那个 依赖它呀 习惯了呀 反而令到我们的便秘 越来越严重 好了 那除了我用碗肠水疗呢 也有时有些人呢 就会用一些大蒜 就是剥皮的大蒜呢 可以就塞在那里 就是肝门那里的 那也有些人呢 就用那些 那个薯仔 那些 那个 那个 薯仔 那 来到呢 就将它呢 就做一种塞肝的用途 那通常都是剥皮的 那将它都不成大架薯仔 那你切一个 一个 一个小小块 那好像切到一种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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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沾沾的 那样就容易呢 是帮助塞下去的 那也有时呢 有时呢 可以用这几个方法 来到 来到 舒缓 那好了 那有些人 因为 长期的流血 有些人 直接流到 就直接贫血的 那怎么算好呢 那当然呢 如果你真的因为失血过多 长期的流血 那 搞到自己贫血呢 那我就要用回一些補充剂 那当时有些人会用铁的 那当然呢 铁那个有个问题呢 就这样吃铁丸呢 那个 很多时候会导致那个便秘的 也都会伤肝的 那 所以我尽量都不主张用这些 这样的方法 那 那当然有时 有些人会用些 加点B杂 和维他命C 帮助我们的血液 是更加健康一些的 那我们 如果我们不想用那个 那个食铁丸呢 那我用些什么的方法呢 那我就会用那个 黑椒糖 Glextrop manasus 那黑椒糖呢 原来呢 是铁丝很丰富的 还有很多其他的 矿物炎呢 亦都很丰富的 好了 那还有些什么 我要留意 就是在我们的大便当时 小心 就不要谷得太辛苦 那有时你谷得的时候呢 就会导致那个 痴瘡呢 就容易出现问题的 那当然呢 要清 那些肝门呢 它要保持干净 那还有呢 我们蹲翅呢 通常呢 如果有痴瘡问题的人呢 就不要蹲得太久 那通常呢 就去大便的时间呢 我想都是十分钟 那时候都ok的了 就不应该呢 坐在座太久的 那好了 那如果出现的问题 那当时呢 我们可以用暖水 来清洗一下它 那甚至乎呢 我们可以呢 就怎么样呢 是浸热水浴 那种15分钟那样 都会帮助得到的 那当然呢 就不要加很多化学东西 有些人加那些 那些做泡沫剂啊 浸浴的时候呢 那其实这些很多化学东西呢 可能也会刺激到 我们那个肝门那些 那些纤维 那些黏膜的 那也都小心呢 就不要用太多 那些肝门来清过肝门 那始终简性的肝门呢 那始终简性的肝门呢 如果长期用呢 都是对我们那个肝门的皮肤 或者黏膜呢 是有不良的反应的 那有一种听过呢 那些人呢 用一个座浴 是吧 它叫做6 bath 那6 bath呢 就很多时候呢 就当你那个痴疡痛得 發得很厉害 或者内致突出来呢 那他就会用一种叫做6 bath呢 就是拿一盘的热水呢 那自己拿屁股这样坐下去的 就是身体呢 就不是在水里面的 跟刚才所说的 就这样冲着水泪有少少不同的 那有时候呢 就用这个6 bath呢 来到呢 是帮助呢 是直接呢 是舒缓那个肝门啊 直肠那些 那些植物肿脏 这个这个 这个问题的 好了 那有时候呢 那些人真的呢 痴疡发作得很厉害呢 就坐都坐不了 是不是 尤其是那些硬的那些植物呢 他坐不了的 那很多时候呢 那些人呢 就会有一个cushion 就是cushion 那甚至乎有些人呢 是特地是买一个 好像圆圈形的cushion 那种donut那种cushion 有见过 是的 那其实这些的cushion 其实反而对那个 有痴疡的问题的人 是反而不是很好 因为始终呢 它会令到你那个 那个 那个 能够 即更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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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那么好的 好了 那还有些事情 我们要做呢 我都曾经讲了 有一种情况 有些人是搬重东西 就是我们 那样 姿势不好 令到我们呢 下腹呢 很多很多压力 那 就是压到那个肛门的痔瘡 出现问题了 那就是搬东西 大家知道呢 就不要拿个背脚弯去谷 去搬东西 最重要是要蹲下 就是用你的大腿肌肉 用你的膝头肛去用力 那还有呢 搬东西的时候呢 就不要含着抛气 不要谷住一口气 来举它 那 当然呢 我看过了 有时在 我们做的一些西运 一些奥运 那些举重选手 你都看到呢 它都是呢 就要喷气的 是 来出去的 就是它不会就这样 谷住谷住的 因为始终呢 是一个会有个问题 当然呢 它也都带着一些什么 带着一些特别的皮带 是腰风的皮带 那就是说呢 我们就要在 搬东西的时候呢 就要深呼吸的时候呢 搬的时候呢 就要放些气 就是不要呢 就把气去搬东西 那还有呢 记住用个大腿肌肉去搬 就不要用背脚的肌肉去搬 OK 那还有呢 就平时要多些运动 很多人因为呢 常常坐在公司里 坐在桌子里 不多运动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还有呢 我们就不要 有些人知道 遇到便秘呢 就很流行做什么呢 吃 蛇药 对吧 就算有些草药 那些蛇药也好 其实呢 都是过分用的蛇药 对我们那个大便 那个问题呢 是只会加剧它的 因为呢 化学的蛇药尤其是 就是跟我们天然的蛇药呢 是很大分别的 因为它令到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大肠呢 是更加依赖它 就是这个和我们 昨天所说的 碗腸是很不同的 碗腸是用一些水 来到推动大肠 和大肠去做运动 而那个化学那个蛇药呢 那个那个 就是那个 做法是很不同的 那蛇药 为什么会令到你会蛇呢 就很明显呢 它是一种刺激的东西 一种可以有一种毒品 令到我们身体的蛇 很不舒服 对不对 在很不舒服之下呢 它就会射 会有出现这个问题 但是你知道呢 经常拿一些化学的刺激物质去刺激 你的蛇呢 你的蛇是越来越困难的 其实有出现一个 一个 就是会令到问题更加严重的 好了 那我们有什么天然的方法呢 可以代替蛇药呢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像西梅 西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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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 如果有时西梅 不是那么容易买得到 那可以怎么做呢 如果买到干的梅 那用玻璃瓶呢 用水浸在冰箱里 那里 浸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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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汁可以当成一种西梅汁 其实很多商业上的西梅汁都是这样做 是用水浸出来的,不是渣的汁 当然也有芦荷汁 这两些是我们香港人很容易买得到的工具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再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杂质、氯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资源、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 回到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痴瘡的自然疗法》 袁医生,如果有痴瘡的人 是不是刺脂方面都要注意呢? 是不要应该用这么粗的刺脂呢? 有时候我们都听到一些人就认为 他的痴瘡是因为公司的痴脂 很粗糙的,就导致他痴瘡了 其实刺脂不是一个成因来的 只不过刺脂,如果有痴瘡的问题 刺脂方面,一般的刺脂 或者比较粗糙的刺脂 会很不舒服的 所以有些人就会用什么呢? 用一些濕刺脂 有时候就用那些嬷仔的 现在嬷仔的 是濕了的那些纸巾 嬷仔换尿片、换屎片 通常都是这样的 换了之后就拿些帮他抹屁股 因为不是常常有机会可以帮他洗屁股的 我知道在某些国家 他们去完洗手间之后 会用水冲一冲 例如印度、日本那些都会 大家都知道 如果有机会去印度 你会发现在印度很多地方 都不会有厕纸给你的 厕所里面就像一般的旅店、旅馆 你会发现他没有厕纸 但他边边有个什么? 有一个码在这里 有一个桶 有一个桶 有一个壶 然后就有水喉 或者有盆水在这里 通常在印度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们的人很多 还有那个冲水的厕所 如果是大家用厕纸 很容易失去那些公众的渠 那些水渠 那些人就习惯大便之后 就拿些水洗屁股的 那我自己的妹妹很喜欢去印度 他说印度索哈亚瑜伽 很多年来都经常出入印度 那他都习惯了 就像在自己的家 他都习惯了用一个很大的水 那么大便之后 就自己是浓水来清洗 其实很简单的 那些水就倒在背后面 那倒下去 那他会流 就是那个屁股的两者之间 中间有一个洞的 一个洞 那水会直接流下去 那我洗到这样的 就拿了一手就来捉一下 那接着自己就可以洗 那你也曾经说 在日本 当然日本 他们有很多些什么 有些洗屁股的那些 那些洗屁股的那些 洗屁股的那些洗屁股 洗屁股的那些洗屁股 洗屁股的那些洗屁股的那些洗屁股 很多的 那始终在香港 也有这些这样的洗屁股 卖的那当然 装这些这样的特别的洗屁股 你有水和有电 那所以通常都要 就是要特别去安装它 那这个也是很舒服的 你做了之后 那也有些人如果拿水来噴那个肝门 会刺激肝门 大便的药会加强一点 那所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那当然我曾经所说 其中一个导致那个痴疡 那些人是或者长期坐 对不对 和长期是站 那如果有时候 是都无可避免的了 工作上都常常要你坐在那 那尽量在中间就是做一个小休 就走下 或者做一些stretching 那就是不单止对那个血液循环好 对你的背脊 和你的脚都非常之好的 那还有时候呢 有些人自创痛 就会习惯什么 吃点止痛药 那有些人吃点 就是Ibuprofen 或者亚时不灵 但是你知道呢 吃这些亚时不灵 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是什么地方 是会薄血 那些人就会出血 那为什么会流血呢 吃这些止痛药呢 就是因为亚时不灵 是一种薄血药 那令到你便更加 更加容易流血 是吧 那除了食疗和习惯方面 那我们有些什么 营养补充剂可以帮到痔瘡呢 那很多时候呢 一般人遇到这个问题呢 都会不奇然立即想到 那个食物纤维 那很多时候 那些人会买一些 特别的食物纤维 比如那个车前子粉 或者火山泥 我们在健康店 都有一套的 一系列的工具 那我用火山泥 混合车前子粉 混合水或者混合一些果汁 来到一半水一半果汁 或者有些人呢 就用一些芦苇汁 一半一半这样混合 那就直接就是 当一种清洗整个腸道的 那我们有些人呢 用钙和尾 那钙和尾呢 也是帮助我们那个 那个凝结的血块 那也都知道呢 会减低 减低我们的那个腸癌 那个问题 那大家最近都听过了 我们的身体呢 那个钙呢 香港最近的腸癌呢 是由第二大杀手 已经成为第一大杀手了 那很多年前呢 我都和大家都 都谈论过这个问题的了 那钙呢 加上尾呢 平衡的钙呢 通常钙和尾呢 通常的比例呢 就是二对一 比如你用一天 1500mg的钙呢 那用回750mg的尾呢 很多时候呢 你会找到这些配方呢 都是二对一 概同尾二对一的成分的配方 那当然啦 维他命C啦 维他命C呢 是帮助我们凝血的那个方面 正常化啦 那维他命C 我用3000到5000mg一天啦 那加些C杂啊 那那个Bioflavanoi啊 或者Hesperidin 和Rutin 那这些通常呢 是好一点的维他命C的配方呢 有时候也有卖的 那维他命E啦 用200或者400的国际的单位啦 那维他命E呢 是会帮助什么呢 是帮助我们正常的 那个凝血啦 和帮助我们那个 就是那个康复都会快一点的 那这个是很紧要的啦 非常之紧要啦 那还有一些紧要的 营养补充剂呢 就是维他命B啦 有些B杂啦 维他命B6啊 B12啊 还有叫Colin 和Inositol 那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的消化 那就是有些人呢 觉得吃了维他命之后呢 那那个消化压力呢 就会舒缓了 那就也导致呢 在我们那个直腸的压力呢 会减轻了的 那所以很多人呢 是觉得呢 维他命B吃B杂吃了之后呢 它开胃了一点啊 那其实它主要是帮助我们的 那个消化那方面的了 好了 那还有什么其他工具呢 那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了 COQ10 副酵素Q10 那通常呢 我们知道呢 副酵素呢 是帮助我们的 帮助我们的细胞的养分 的养化我们的细胞 也都帮助我们的康复的 那我们很多人呢 就是用COQ10 对心脏 大家都听过 对心脏 对心脏有帮助 那很多人呢 就会COQ10 会用在心脏的 加强心脏的 那方面的问题 那 好了 那还有一个 就叫做Diamatheu Glycine DMG DMG呢 通常呢 都是改善我们的 这个细胞的养分的 嗯 那我们有些什么 其他很多人 懂得用 听过Diamatheu Glycine 就医过那些什么 自闭症的小朋友 自闭症的小朋友呢 都是用 就是觉得脑袋 可能需要养分 缺氧的那样 那还有就是 蒜头 是 加力 那还有一些是 甲啦 还有呢 是鲨鱼骨 那维他命A 胡萝卜素 还有维他命D3 维他命D3 那大家都经常都说过 维他命D呢 D3是很重要的 一个维他命 其实它的作用呢 差不多好像荷尔蒙那样 那也都可以防止癌症 那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经常晒下太阳 加上Cylus Selenium 加上维他命D3呢 其实很多癌症都可以预防得到 那除了这些补充剂之外 那草药方面 我们有些什么可以吃呢 那我们自然之后呢 都知道了 其实很多时候呢 在天然自然界呢 有很多些草本的药物 可以帮助 那大家都听过 芦蕾啦 芦蕾Gel 那如果有时候呢 你觉得是真的很痛啊 那你可以直接用芦蕾Gel 塗入那个 那个痴瘡的部位 可以帮你舒缓痛 减低的那种灼热感 那当然呢 也有些人呢 家里喜欢种到一些芦蕾 芦蕾到时呢 刺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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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新鲜的 来到来呢 涂拆在那个 那个痴瘡的部位 那还有其他很多草药 例如Bayberry Golden Seal Golden Seal Roots Murr 这些这样的 那这些都是传统呢 就做一些高药呢 是帮助我们那个痴瘡的 那我除了这个 有些人用Corn Free Roots 也有些人用Elderberry Elderberry Powder 这些这样的 那种炮制那些 那些 那种外敷的用法 那也都是吃些鸭露 鸭露呢 是做一个什么呢 是用来 就是 茶末 那个 用些棉花棒 用些棉花呢 是浸了一些 这些鸭露 这些草药 就是浸了草药 那就是Witch Hazel Witch Hazel 是一种修炼的作用 那最后呢 就是那个Corn Sonia Roots Corn Sonia Roots 是在我们的 在我们自然医疗里面 是经常用一些 孕婦 那个痴瘡 是流血不止 它可能未必痛的 那都会用Corn Sonia Roots 这几个 简单性的草药 那刚才说了很多 自然医疗 怎样去医这个痴瘡 那如果是西医方面 他们会怎样医的呢 那大家都知道了 除了止痛药 他会吃这些 那西医通常呢 就是用什么呢 用结扎的方法 那就是有时候呢 将一个内致的那些血呢 他就用一些橡筋枯 将那个膨胀血管的尾部 将它结扎起来 那令到血液部 就是那个流不流畅呢 就是沽死了 那这个就是一种的方法 那当然呢 是很痛的 是 不是简单 是很痛的 那还有呢 就要做很多次的 那当然呢 过去呢 也都有一些用红外线 或者用雷射的营结 就是来到消死它 用雷射的方法 那也有时候呢 用一些电的方法 那我想用电的方法呢 香港呢 就很少西医会用的 那很多物理治疗呢 都会用 就是会学这些这样的工具 在我们脊骨神经医学院里面 和治疗法呢 我过去都会用这个这样的 用电的方法 一种叫做low volt 低压电里面呢 就来到坐一个packpack 坐着一个这样的电 用电的过电的方法呢 就来到处理的 那当然啦 西医到最后呢 不够呢 就是开刀啦 是吧 但是我也跟大家说啦 始终呢 治疗的那个静物呢 其实都挺多的 如果你割 即是你割不完 你那头割了之后呢 不要说割了那个 那个康扑的时间呢 是很痛苦的 就是你想想 那个伤口那么大 那就是很辛苦的 那但是问题呢 它可能会再生的嘛 那所以用治疗的方法 就是用割的方法呢 其实很多人呢 可以这么说呢 其实都都试均了 都都未必得的 好了 那当然呢 就有些用那个 我们叫做三金油啦 Nitro-Glycerine 那这个是 通常一些是心脚痛用的 会将你膨胀的血管 输减你那个 开刀之后那种痛的 那通常呢 这些就是西医 可以用的方法啦 那当然呢 西医都会强调啦 就是饮食啊 方面呢 其实都很紧要的 好了 那但是有很多时候呢 我都先说呢 很多时候那个 痴疡的那个症状呢 包括那个肛门的痕氧啦 那但是呢 有很多情况之下呢 那个问题呢 就不是真的 痴疡那么简单的 那我也都遇到很多的病人呢 他经常呢 是觉得会阴部分啦 阴部啊 和肛门经常都痕氧的 那结果发现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念珠菌 啊 白念珠菌的问题啦 或者敏感呢 可以这么说呢 宋鸩仔的肛门痕呢 那当然啦 宋鸩仔的 就是那个痴疡问题的机会少很多啦 那当然啦 如果你发现了宋鸩仔 很大便的 谷大便都很厉害的 接着谷歌有些血出来呢 那都很明显 一个痴疡的引发的问题啦 那但是如果不是的 那只是肛门痕呢 那在小孩呢 那在小孩呢 没有小孩呢 大便都有机会是的 那是什么问题呢 是那个寄生虫咯 寄生虫咯 寄生虫也是一个 就是有很多时候呢 都会导致这个痴瘡 这些这样的问题的 医生啊 如果有些人什么都试过了 开了刀啦 饮食习惯改善了啦 都未如理想啊 那有些什么方法可以帮到他呢 那大家都知道啦 在我们的诊所里面 通常我们的病人呢 都是可以这么说呢 是走投无路的啦 其实什么方法都试过啦 那通常有些人呢 就是痴瘡 一般人都试一下 塞痴瘡膏啦 是不是市面大把啦 那跟着呢 那跟着呢 不断地重复的问题 可能有些人呢 可能用痴瘡过啊 或者是烧过啊 甚至乎开过刀的 那但是问题呢 就是仍然复发啦 那当然饮食呢 那些人都听过啦 我相信很多人都了解啦 会吃多些纤维啊 那这样改善啦 那但是很多时候呢 这个问题仍然是出现的 还未够的 嗯 尤其是有些孕苦 还孕期间 那怎么算好呢 那我们就会来到我们的中心了 那我们最后那个用什么的 杀手简啦 同类疗法 没错啦 哈哈哈哈 在我们的中心里面呢 其实呢 因为这些大部分的病人呢 都是试过了一般 我们所谓的认识的 的自然医療的工具啊 其实坊间也都很多这些的 的专栏啦 都说了自然医療的 用不同的方法啦 其实很多人都都 也都企图去试过用过的 但是结果呢 很可惜啦 有时都未曾解决到我的问题啦 那来到我们的中心呢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肯定呢 我就会用同类疗法 是 同类疗法有成250年历史的啦 是一种西方的医疗的工具来的 那好了 在我的过去经验里面呢 我医的那个痴瘡呢 其实我用过些什么疗剂呢 比较用得比较多些的呢 那我跟大家介绍啦 有几只的 我自己用过的疗剂啦 那第一只叫做Aesculous Aescul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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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文叫七叶树 Aesculous 这种痴瘡呢 通常就未必会出血的 未必出血的 但那种感觉呢 尤其是在肝门那个地方的那种感觉呢 好似呢 就有些有些有些尖的碎片呢 来刺它 这种这样的很特别的这种这样的痛 那会有这种 有一种针刺那种碎片刺的肝门那种痛 那种痛 加上腰背痛 那还有呢 有时肝的部位呢 有一种脏脏的那种不适感 那如果尤其是你那个痴瘡呢 是一种突出性的痴瘡 又有指指蓝蓝的那种痴瘡呢 那还有呢 它那个通常有肝呢 又有灼热感呢 还有很痕呢 那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会用Aesculous 那个七叶树 那就是说呢 如果你是一种长期的慢性的痴瘡 就加上个当然呢 多数是便秘啦 和肝部有种不适 背部有点不舒服 那种痛呢 是有种刺的 有种好似有些树枝啊 那些刺着那种痛 那个疗剂呢 我就会用在那个七叶树 Aesculous 好了 那还有一个疗剂呢 我们叫做Colinsonia Colinsonia 通常呢 就出血流得特别多 我曾经所说过 七叶树呢 那种的痴瘡呢 通常呢 是未必有出血的 未必会流出血 但是另外 Colinsonia 那种呢 差不多呢 是不停流血的 尤其是女性 那方面呢 尤其是可能 因为怀孕啦 因为荷尔蒙的因素啦 那这种呢 就会出现这种症状啦 那包括呢 那包括呢 那个肝门呢 或者阴部呢 会特别含养的 那 那 也都是 那 也都 也都有一种 有种痛呢 好像有些 有些 有些 粥来到插住它 那种痛的 但最主要呢 就是那个出血都比较多的 那这个呢 我就会用在 用那个 Colinsonia 这个啦 好了 那还有一种 我们都可以用得着的呢 就是叫做 Hammamelis 是金柳梅 Hammamelis Hammamelis Witch Hazel 那这个差不多呢 是对付帮助的 静物 那个问题 静物的流血 是很重要的 那 那通常呢 都是有一种出血性 还有Hammamelis 有一个症状呢 就是肝门的痣瘡 是很冤痛 很疏的 就是很糟糊糊 这种 这样的痛楚 那Hammamelis 亦都会流血 有发炎 和一种疏 那种很糟糊糊 那种痛呢 这个就是 那个症状呢 就是Hammamelis 好了 那还有一个呢 我们就会用那个 是硫黄 硫黄的主要症状呢 是什么呢 是肝门很痕 尤其是夜暗黑 特别症的 那这个呢 是一个硫黄的症状呢 好了 那如果遇到一些呢 是 就是那个肝门呢 那个痔瘡呢 那种痔瘡呢 直接是凸了出来的 好像一堆葡提子 那样凸了出来的 那样 经常又会流血 那样 那如果呢 就用那些冻肤会舒服些 因为它本身是那种 很灼烈的感觉 那同时呢 那个病人呢 通常呢 很容易是 就是肚泻 甚至乎呢 肚泻大便当时呢 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肚泻 那这个症状是什么 是肚泻的那种 Aloe 这个疗剂呢 就用在这方面的了 那当然呢 在我们那个 就是同学疗法里面呢 那这几个是比较常用的了 那还有些人呢 就知道了 很多人就是大饮大食啊 喝酒啊 那个烟酒过多啊 睡眠不足啊 那这些人呢 那这些人呢 或者呢 是整天都是用脑啊 坐在那里的工作比较多呢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或者肛门有带痕的 有少少痔瘡啊 那有少少大便 想摇也摇不到呢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Nuxvomic 马前子 那在我们的过去的经验里面呢 其实马前子呢 是可以这样说呢 如果你什么都不适用呢 你试试马前子先 是 马前子通常那个症状呢 都是因为我们那个 饮食不调协啊 大饮大食啊 生活呢 都是那种烟酒过多 这种生活引发的这种痔瘡呢 马前子是一个经常之 非常之好用的 那有些人呢 就用马前子 配合那个什么呢 配合那个硫黄 那这个呢 是一个可以这样说 非常之好用的了 那有些情况之下呢 就那个 是因为那个怀孕啦 或者是因为那个女性荷尔蒙啦 是出现这个的问题啦 那又出现那个痔瘡啦 那还有呢 有时候下阴部呢 有种下聚那种感觉的 亦都会出血啦 好胀胀啊 那也都有一种冤痛啊 梳啊 那种那种那种 就是好像鞋十十那种痛啦 亦都渗透很多的黏痫呢 那我也都会考虑呢 尤其是女性啊 和荷尔蒙有关的 和荷尔蒙有关的 和荷尔蒙有关呢 我也都会考虑用什么呢 用那个Cypia Cypia 和荷尔蒙突出来了啦 又有蓝蓝的啦 也会有很多的血呢 会流出来的 那这个呢 石虫痕呢 因为石虫和我们那个肝臓呢 其实非常关系的 那么我们所用的是 我们的自己的过去 遇到这种痔瘡呢 的问题呢 我通常呢 我最后呢 或者我首选 我都会用同理来发 医生 我有个问题关于洗肠 我知道有些人洗完的时候 会觉得肚子很痛 还有出血的情况 他们会很害怕 应该怎么做呢 很多人 也不是很多人 偶尔有时候在洗肠中心 遇到一些客人 做完之后 他们会抢好脚 他们会抢好脚 抢了一段时间 就发现有很多散 有时候看到鲜血 他们感觉发生什么事 是否洗肠令出现这个问题 如果大家了解洗肠是一回什么事 都知道洗肠是用水 水不会令你出血 通常他本身是有些痔瘡 因为有些人自己有痔瘡是不知道的 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为有耐痔瘡是不会有感觉的 因为他里面的神经线比较少 所以很多人本身有痔瘡 他都不察觉的 反而在洗肠里面 是将他的问题呈现了出来的 所以这是一件好事来的 应该大家已经知道 其实他应该都要处理一下 里面的耐痔瘡 但是如果你在洗肠过程里面 是令到你的肠是大力的来到抽缩 可能把那肾肉也逼破了 出现一种出血 在这种情况之后 如果他家里有家族性的肠癌 记住 肠癌现在第一大杀瘡 其实他应该自己小心一点 可能跟进一下 检查一下 里面有没有适用这个问题 我明白了 原来洗肠是不会导致出血的 其实这个是很好的机会去做一个跟进 也不是一件坏事来的 大家都知道同类疗快非常有效 原医生会在9月份开班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到这个网子里报名 3w.aihn.org 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袁医生和我们今天的分享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袁医生会请带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多谢袁医生 OK 好 拜拜 拜拜